胡瑞茲那本書 《先情民學史》或《邏輯史》 胡瑞茲那本書是《先情民學史》 不是《邏輯史》 意思是一樣的 特別重視邏輯 是因為受到多位的影響 每一家的思想是以他的邏輯為基礎 我剛剛說了 所以簡單講 中國思想使得幾個特質 第一個 面對中國超級的國家型文明 國家型文明 天下型文明的核心問題 核心問題 是政教的問題 同時也 政教問題一開始是從理來呈現 這個理就包含了宗教性 包含了天人合一的一種狀態 然後呢 它基本上就已經呈現出 王權與神權加文化權 合一的一個面貌 在這個面貌裡頭 把政治、經濟、社會、宗教、學術乃至於素素 文化幾乎每一個面向都包含在裡頭 也在裡頭發展 所以它一直成為一種一體性的發展 如果照節目間的說法 就是中國文化的一種合和性 在西方來講 各個這些面貌是比較獨立發展的 就好像希臘的Muse 希臘這些神明 它是獨自發展 它各自的極致性的特質 因為那是宗教性的文明 這些東西都會追求它一種極致的 乃至於不顧其他方面的一個各自的完成 那中國的思想文化常理由 所有這些東西都是相關相連的 那這個性質一直到今天也解放不了 都還是這個樣子 那為什麼解放不了 很多人都很痛問這一點 說為什麼為什麼中國 就沒有辦法像西方那樣 把學術獨立、思想獨立、藝術獨立 各種東西獨立出來 什麼事情都攪拌在政教裡頭 非常痛苦、痛恨 那我只能說 它就這個形態已經四千年了 你要一下解決這個東西 你首先要解決它的存亡的問題 因為它一旦不這樣的時候 這個文明就很容易解體 那會變成歐陸類似的那一種 就一堆小國 簡單說 一堆中小型的國家 那以前的歷史經驗就是 每次這樣就是血流成河 流血飄出 這一般眾人不太願意嘗試這個事情 當然現在有了不少人提倡這一點 包括道家小國寡民論 就是國家的形態 基本上我覺得是最關鍵的決定因素 那進一步說 在這個情況之下 以這種通天人內外 包含文明各要素的這種政教思想 那麼它本身的自我內在的壓力也是巨大 因為它必須不斷地反省 我這個東西是不是能夠包容一切 如果不能包容一切 它的文明就好像有缺口 它的心理上也不安 這叫無道義貫之 所以這是所謂道論的問題 它的道論就是一個以政教為中心 其中包含天人內外宇宙一切的這種論述 而這個論述必然是超越明年的 因為一旦它如果變定名定義 所以它不是一套論述 這種discourse對大家也根本是次要的東西 不要說discourse 就連ideas都是次要 因為它必須要保留它的開放性 所以中國文明並不那麼封閉 在於它的道論本身是必須是開放性 就是道可道非長道 那照子貢所說的 性與天道不可得而為言 所以夫子之道 孔子不來一道論述的 他整個呈現的是一道 完整的生命跟文化跟政治內涵的形態 但他聰明到絕對不會把自己說死掉 但他不是沒有 這是中國自古以來認為最高的道理 必然不可能是如此的 那相對於西方的文股三歲的人 就是每一家每一派 哲學上你講一套 然後我把你博倒 我在講一套你把我博倒 2000年的西方哲學史 就是你博我博你的一套歷史 活到最後 事實上任何論述都不可能取得一致的公信力 所以它的好處在於不斷地推陳出新 它的缺點在於說 這種的哲學論述沒有辦法建立一個文明所依賴的普遍價值或者倫理 甚至於它的那一個共同的一些政治上的一些看法 是很難的 尤其國家大很難 它如果國家小 因為歐洲每個國家都有它的哲學 每個國家哲學不一樣 這就很有趣 可以的 太大了就很難 所以大國就更困難 大概是這樣子 你們到歐洲去代表辦很有趣 它每一國只堅持它自己的哲學 它自己的文化、它自己的生活方式、它的飲食、它的一切種種 然後對於其他各國方法 都充滿了各式各樣的意見 甚至於偏見 好有好好玩 然後那個是非常有趣的 歐洲到今天都是這樣 非常可愛、非常有趣 中國大家最討厭的就是所謂道義風通 但是它的偉大也在這個地方 它的問題也在這個地方 好像總是想把大家搞成一塊 為什麼呢 我認為背後的核心是一種政教的需要 那麼 因此在這個情況底下 它的世界觀跟思維方式也跟西方完全不一樣 從來就不一樣 這個東西絕對不是用近現代的這一套 以啟蒙式的 牛頓力學的這一種 世界解釋的方式所能夠解釋的 它比較是一種有基深理論式的 它的這個思維方式自然也不是那種 Logical的或者線性的 也絕對不是啟蒙式的 在幾千年來都不是 現在也不是 你看中南海內院思維 它絕對是政教式的 怎麼可能是那種enlightenment thinking 絕對不是的 這個是中國思想世界核心特質 這邊讓大家先討論討論 把一些問題給提一下 因為這比較難 我剛剛講得快 我再過一下 你們好重新想一想 所以它是一整套的東西 這個就是它形成一整個中國思想跟中國思想 雖然一整套的形成中國思想跟中國思想 所以這個特質非常穩定 這個特質大概在先行時代就已經完成了 我們這門課先行思想史 就要講它怎麼樣一步一步穩 那不是一下子完成的 在這個特質底下 歷代也曾經想要挑戰它的穩活 但是這個基本形態沒有太大的變化 所以一直到清末當然就是如此 民國以來到中華人民共和國 以為把它徹底的洋氣了 事實上不然 在深層構造跟深層的模型上來講 事實上還是一脈相承 所謂西方近現代的enlightenment 進來的是表層的表面 我們以為我們在學的西方紀念 那種整套的啟蒙式的現在的西方結裝 事實上是表面 那我這裏是另外一門課正好開的面 就是 現在中國與啟蒙思想 並不會仔細講內部的 那這裏是講先行的 有沒有問題 老師我記得您之前很有談過 就是德基達思想跟倒架之相 某一些相似性 然後 他就是因為 對他反對羅伯山聖神 所以就變成倒架了 有類似性 不是很大有類似性的 請說 所以是他本身是對於羅伯山聖神 是反對的 反對 他反對 第一個應該是講說 我們過去都是這樣的時候 按照西方學者的東西 就是我反對 所以我還沒另外一個東西 了解他 西方人喜歡這樣 每個人要做自己 充分的自己 獨一無二的自己 像一個戰士 有一個戰士 這樣知道嗎 他是解構 他是解構思想大師 那道家最解構的 所以他們超愛道家的 那德基達的時候 這個 德基達是反對羅伯山聖神 所以他是解構思想 他蠻喜歡道家的 那他身受誰影響 他身受Heidegger的影響 所以是從Heidegger中等於大 Heidegger就很喜歡道家 跟我們府仁大學的一個神父合作 想要翻譯那個道德經 所以Heidegger的論述跟道家 是有非常多的類似性 我有寫過英文的文章講這個事情 有興趣的人可以看一下 他在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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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沒問題 所以我們在這邊不是說 因為 想要講中國特色去講中國特色 而是經過了百多年的流浪之後 終於明白了之後 他不是這個樣子 而且像我們這一代 當然都是先受西方的教育 我們受過徹底而嚴格的西方訓練之後 越深入了解西方的科哲學 越知道說跟中國傳統真是從頭到尾都不一樣的兩套東西 這也是使得註定我講說 中國的現代化不可能走西方現代化的道路 但是他一定要盡量去學 但是不會去走 這是他所缺的 不是他所長的 他不是這麼回事 我們近代所提上的一切都是中國傳統所缺的 那這個四千年的文明 就算你提上一百年這樣的東西 能夠深入到什麼程度呢 實際上有限的 更何況兵荒馬亂再加上那些領導人的水平都有限 然後又是文革這些種種 所以不可能 他自然 而且更重要的更重要的是 他的巨大的國家的政教需求 是逼得他自然會走上這條路子 就算學了也沒有用 不是說沒有用 也會被轉 就像我們 我們這邊就不知道 讀了多少西方的科哲學的書 到最後知道說 哦 原來你要做中國的 還是經濟自己這些東西拍得到 明白吧 這是 但現在一般人還不到這個程度 不太明白這一點 只要對西方的東西夠熟夠精 然後對於整個中國的歷史 夠熟夠清楚才行 嗯 所以你是覺得今天如果不是習總理 也會有另外一個人做跟他一樣的嘗試想用 繼續用這一套辦法來 習先生的文化水平不夠 所以他的東西比較是法家 有點粗糙 帶點霸道 但確實他的很多做法 換一個人來做也會做 但是會做得好 也就是說 但是有常用正教的這些東西 正教永遠是必要的 但是目前這個正教不行 不動人 說服不了別人 怎麼說不點那個 未經世事的小短紅 你真正出去歷練幾年幾年就失望了 那也不能跟老毛比 老毛就厲害了 老毛是整個西方環境的產物 他那一套在當時可是先動一絲人性 雖然最後還是靠利器還是靠暴力叫有屈服 不過話說回來的曾經蠻動人的 但因此這個東西叫學問 今天新的政教其實真的要厲害的話 依我來看 是要以儒法兩家的底子 結合上現代西方的東西 或者更快一點講就是 儒法道士的底子 九州文化的底子 這樣跟整個現代西方的文化做結合 這個東西 目前整個學術界的學問不夠 因爲什麼大家都太專門了 你自你的我自我的 互相不理解 如果照傳統的儒學來講 就是要出人才 各方面的大體都能夠理解 就要能夠做完整的這個講法 那如果照節目間的說法 中國的學術基本上是一種通人之學 為什麼通人之學 他要處理這麼巨大的政教問題 這一點他不通人怎麼行 像我們現在什麼 抱一個小領域 做一某方面的專家 搞一輩子 得個什麼 博士、教授、院士之流的 這個根本不可能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通人之學 他的目的是什麼 就是會先講的 貫衝天人上下古今這些種種 讓我找到自己的 現在底下的政治文化的出入 其實近現代的中國的讀書人 有這種傾向的很多 尤其民國時期 他都不是西方裔的專家學者 譬如說岩復吧 最早接著西學來的 他是哪一門專家 他把西方所有的經典都翻譯了 然後自己最後歸衷於 道家跟儒家 聽懂吧 所以他就是政治學家 經濟學家 也是社會學家 也是邏輯學家 也是文化學家 他最後是相信儒家跟道家 中間還把前面西方的東西 一以貫之地用言話論 結果都是典型的通人之學 吳士之 凡是中國經濟大有大影響的 吳士之 吳迅 陳都秀 李大釗 也Name 所有的都是通人之學 為什麼中國需要這種通人 去處理整個政教的問題 這是 這還是儒學傳統 我們現在都變成西學了 專家分門別類 這個地方想要念 招惱犯事 這是什麼呢 資本主義底下的中產階級 分空重來 所以不過是想要念 中產階級拿管犯事的話 那就是 我正好 做這一門專業 知識專業拿管犯事 我喜歡 也沒得到 但是他不是解決這個問題 但是 以中國文明的巨大區 他永遠會有這種內大區 所以不斷地出什麼工資 然後思想加菇 在講這個事情 然後大家又罵他的時候 你這又不是真學問 吵來吵去 其實都沒把這個問題理清楚 我認為 什麼 雙三病治 涼水分流 這兩個都好 西方的這套東西 該學不學的話 我們的知識系統 沒有辦法嚴格地建立 沒有辦法有獨立自主的 這些學術界 文化界 藝術界 一切種種 這個一定要學 這是中國所缺 但是光這個東西 沒有辦法解決中國問題 必須要有一套基層儒學的 這一種 大行雄 大欺破 大能力的人 這麼多人總會有 所以我把它統合起來 提出我們底下政教的道路 因為沒有出這種學術 你也不要太怪 目前共產黨沒辦法 因為根本沒有這種東西 他要跟誰學 他弄得半天 只能切到他的馬列 不上不下 不三不四的馬列 講白一點 事實上是道家 然後講儒家 儒家也是個皇子 這幫助他 他不是真的儒家 當然不是 大概是這麼一個狀態 中國今天的學術界 知識界 整個是 失能的一種狀態 兩岸三地 接著台灣是另外一種失能 這是我們不信的一種狀態 這樣明白意思嗎 還有很多層次 習不是很差略 那必須有所謂能夠 但是也有他的厲害的地方 確實 有些是經典 放到中國史上 你要排他名號的話 習將來 哪個來個皇子 很有趣 這是很奇特的一個人物 不是一流人物 可以到二流人物 二流的城市 它們其他人物 它是解決了個性問題 這種眼光 都會知道 你現在從實際的歷史去看 而不是用任何一家一派的 什麼學說去看 中國的問題 或世界的問題 其實也太複雜 不是從任何一家一派的 這種說法出發 能夠處理 何況現在有千萬家 你要從哪一家 你將你的一家 我將我的一家 是姓誰啊 所以 所以 底下的時代 不再是什麼 哪一家學說 哪一家哲學的時代 底下是一個 從無到有的時代 聽到意思嗎 我這意思很深啊 對不對 任何一家的學說都是有 你信你的我信我的 怎麼辦呢 必須放空面對整個時代 新的面貌 新的趨勢 新的狀態 重新來看 也沒辦法 從無到有 新的東西 然後我們一般人 然後我們過去的場合 都會卡在過去裡面 看看問題 展開就好了 展開就好了 老師有說 那種的傳統 中國的智慧 是邏輯性的 不是邏輯性的 然後 在老師變的這本書 看到永充 那種文章 他有說過 中國的傳統的智慧 可以講過是 類理 類理性的 這是一種 類理性 那 這 就講的 你智慧可以涵蓋所有 會性 這是他的一個說法 其中有五個 中國傳統 思維方式有幾個特質 一個是整體性 我一邊 一個小文章寫的 從整體性與特體性來看 中國文化的現代化 那首先一個特質是整體性 為什麼整體性呢 因為它原來的生存方式 是大的宗族跟氏族 你要處理是一個整個 宗族、氏族 這種 當時常常是幾百幾千口的 整個問題 裡面有整體思維 你不完蛋了 然後就是政治的問題 政治是整體性的 所以它涵蓋全局的思維 整體思維 中國事情的思維 這種說 你拿邏輯 你沒有辦法處理這個事情 不是裡面有一個固定的前提 你是要看這個整個 宗族、氏族 巨大的政治連綿 自己的跟外面的這個東西的關係 整體性是第一個 另外一個是關系性思維 關系為什麼呢 關系為什麼呢 中間對中國人來說 最重要的是人跟人的關係問題 我怎麼去理解掌握人跟人的關係思維 這兩個最主要的特質 在於中間也演繹出類理思維 因為什麼呢 因為你要描繪整體跟關係 最好的方式是用類理 譬如易經 易經就是類理思維 充滿了類理思維 各式各樣的像什麼 就是類理思維 它是描繪這種整體的面貌 運動跟各種複雜的關係 等等 這是它的幾大特質 大概是這樣 文章裡都有寫 有沒有心理可以理解 我講這些東西 不好意思說 都大部分沒人講 少部分有人講 當然當然也不重視 就是關系類理思維 有人講 整體思維也有人講 但是它不知道它的重要性 整體思維前天早就講了 關係性思維大概是 誰啊 張都遜就形成了 然後李約瑟也注意到這個問題 類理思維是 就你剛剛講的 哪一片我忘了 是第二層次的 最根本層次的是 整體跟關係思維 那是因為它是 它的生存型態是 人的思維的方式 是被生存存在 所大體上 所影響 甚至去決定的 有沒有問題 你們用你們自己腦子去想 因為我這些東西 跟別人都不一樣 你要不去問問題啊 慢慢你就get lost 就覺得說 老子你講的話你去了 所以我現在這一些講反 就是 講幾個主題 你們想一想 我們來講 我們來聊聊 我們來聊聊 希望對你們真的有所期望 細節不能夠這樣講 你們講 講核心的硬體 這樣行嗎 會比較好一點 是不是會比較好一點 但是會不會講太快 還是會太快 對你們是不公平的 我搞了一輩子 對你們是不公平 但是總是要把我所看到的 跟主委談談 沒有問題 都明白了嗎 所以我記得你們要知道 它有它的特色不同 不同 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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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底下我再往下講一講 今天總要把這個主題講 那何謂中國 思想史 其實我剛說 其實它也不是什麼 Intellectual History 也不是 History of Thought 也不是History of Ideas 它不是以Idea thought 的Interlectual中心 這位思教 思想是廣義的 它包含心跟物 精神跟物質 披撤 精神屬於氣 你們不要以言精神屬於物質 心屬氣 在中國傳統來講 心屬於氣 所以它是心物一體的 它沒有我們現代的 也沒有西方的心物而分的概念 因此思想主這個詞 本能是有問題的 受到福斯跟福斯林的影響 偏重這個東西 中國傳統是重這個 不是重這個 這不一樣 各位他們看重這個 這差很多 這個地方是有情感的、意志的 這裡是インターネット比較多 所以中國的詞 我跟你們講 不是西方的英層 中國的詞是一種像 就變相名的像 我們傳統上開始是用像 像屬有啟人而無禮 無不踩使的那個像 像他喜歡用像 這麼一個意思 那麼過去一百年來 我們搞不清楚這個事情 因為我們都是做西化教育的 因此啦 努力去發揮所謂的 中文思想 哲學意義 苦人從未如此想 這是我們現代人的發揮 我也不能說這都沒價值 我也不能說 他們講的都沒有意義 其實我一定程度上 我還很尊重 我還很尊重胡適之 馮友達、金儒家 我覺得他們的努力 也都有他們的意義 因為這是一個新時代的中國人 跟世界交會的時候 所逼出來的必然的產物 他必須在某個階段 我們叫做逆格意的階段 什麼叫逆格意的階段 中國人當初接受佛教的時候 第一個階段叫格意 是用道家的概念、世界觀去解釋佛教 後來發現有問題 大底是在中國羅斯之後 發現這條路是不行 所以早期的很多的翻譯 是會受到道家影響的 那叫格意 那後來現在有學者說 我們中國過去一百多年 叫逆格意 什麼逆格意呢 就是 這是中國傳統中 拿了一知半解的西方 去重新去解釋中國 是不是逆的格意了 聽得吧 因為中國傳統都已經隔閥 也忘去了 覺得說很奇怪 不知道什麼東西 也忘了、也不相信 最主要時間也看不上 但是就好像不能不講 於是就來個逆格意 就拿了一知半解的 尤其前期 那個一知半解令人乏指 這一種狀態 就去解釋中國傳統 就因為逆格意的階段 逆格意的他會快一百年 但我們現在 我們的程度 西學程度 當然遠履前輩好太多了 我們越看越清楚 這個不是兩碼的事 我跟主人講 我們可以一家一家跟你講 西方怎麼回事 中國怎麼回事 不是也回事 不要再來逆格意了 現在重新 順著自己的理路去理解自己 我常講一句話 這是事實上前空先生 我開始的導入 回到中國歷史的自身理路 從他的自身理路去瞭解他的自身思想 好吧 基本上這樣 我有一篇文章 我有一篇文章 就是寫在研究 研復當年的典化論的時候 就寫了一篇文章 講那個 研復 早期的學術性格的文章 就講說 那篇詳細的講 說過去研究研復 整個在我來看都出了問題 原因也就是這種 老師拿著 西方的這些觀念來去解釋 其實研復的性格不是這樣 研復有很強烈的儒家性格 跟道理感性格 那個 是影響他很深的一個東西 就如此 裡面有講 怎麼回到自身理路的問題 裡面有空間可以看一看 如何回到思想史上的自身理路 就是這樣 正這樣 那回顧《眾議思想史》的主要研究流派 我之前即時講過的 其實一加一派 其實就Lovejoy 我剛才已經說過了 Lovejoy,Ease of Ideas 用你的idea 這個是最有名的這個東西 那我也做了 也說明了 也批判了 他影響到的 Kart Becker 跟Krin Brinton 跟Franklin Balmer 這個都是 我非常喜歡的西方思想史當時 我讀西方思想史 我非常喜歡用Ease of Ideas 因為非常地符合 不適合 一下就是支持核心 所以你們要讀西方思想史 我很建議你們從Visorio的地而入手 但是他的限制 這些人大部分都出在 Lovejoy比較早一點 然後基成他的這些人 大部分20世紀 560年代的時候 把這個東西做到差不多頂峰 到70年代 Homer這個書大部分80年代出了 然後就再無後繼了 所以這條路 就是刀頂的 大概是這樣 可是這個東西 我前面跟朱德說了 這是因為他的哲學傳統 而且跟他的 還有一種追求永恆性的 異影的這個概念 這不是中國的傳統 不能夠呈現中國的特質 這條路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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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路紙說 研究中國思想史有好處 會可以深刻地感受到 中國傳統的世界觀 跟思維方式跟西方之間的不同 其實我去認識到 中國傳統的世界觀 跟思維方式跟西方之間的不同 恰恰是從Visorio的第二次經歷去認識 inne dem attack are the encounter 另一個 the book of both SCPVITION MOMENT 這條路紙 其實 對我們今天 也滿重要的 因為 這個去認識到 譬如說,思考社會是怎麼起來的 現代的習俗基本概念是怎麼起來的 但這個東西研究竟現在比較適合 研究前面是困難的 另外,Quinton Skinner Ideas in Historical Context 這個是蠻重要的 大概我們現在是Ideas 在學習俗方面的研究 在Quinton來台灣演講 我來去聽來問問他哪個問題 所以這條路子不錯 就是把HitroIdeas 因為太 philosophical 他把它放大 注意到他的歷史背景 但Quinton很多中藝研究 其實也很注意到 那個Ideas在不同階段的變化 只是附加上他的歷史背景 他類似來講 哪個Idea 就是一路上從Hobbs 我不是以為講得非常好 但是我覺得 我這裡還是HitroIdeas的路子 加上重視HitroIdeas的慷慨 一切Ideas 不能夠離開HitroIdeas的慷慨 理解 這是比較更進一步的 HitroIdeas的慷慨 HitroIdeas的慷慨 和文化的文化 這是蠻好的 因為他會注意到 整個文化 一個時代的文化 都會有他的一些 圖案 這些圖案 是作為他整個文明的 核心的符號系統 Gearth的東西 我很建議你們看 也就是說 概念不光是一個概念 它會滲透到文化系統的每一部分 Lewis-Strauss的DEEP STRUCTURE 和MOTA 談深層結構 結構主義派 這個也蠻好的 其實我也很受影響 我很多東西有深層結構的認識 這個東西跟他也是相當配合 所以有一些深層結構的問題 還有民間學派 對於心態史的研究 HitroIdeas的Mentality 這個值得參考 另外Foucault的Discourse 還有各種思想 各種派遞思想研究 Intellectual Biography 還有研究平靈思想的 還有蘇琪傳播的 心靈史學的 不同的Dimension的 還有蘇琪史的 大概這樣搞下去 關於思想 我好像可以搞出一百多種研究了 那現在五花八門 倒數為天下列 這樣子 其實我們在這行久了 所以一直也都受到各式各樣的影響 每一種路徑 往往都 多少也嘗試過 試過 摸摸看 看看怎麼樣 但最後就是說 這樣沒有辦法解決中國 是相識的問題 也必知 回到怎麼辦呢 回到 這個 還有什麼Social Linguistic Term 這些種種 反正西方留意什麼 咱們坐在一起去看一看 那有一些用功比較深的 像Histargo Ideas 還有這個 Histargo Context 到最後來講 這個都適合處理西方思想史 不很適合處理中國思想史 簡單講 因為比中國思想史的基本性質 還真的 或多或少 有點遠 所以 那麼 因此 回到 中國思想史 它的怎麼發展 它是有一個 從儒學傳統到現在 中國思想史 這個發展的過程 古人沒有這種 現在中國思想史的研究 它是一種 精實子極之學 對於古人而言 現在不瞭解的 一個重要的核心在於 當今存在的世界的源頭 就是聖王創造的制度 而歷史上每次試圖背離軍國好結果 他以下都這麼一個看法 所以這樣就形成了精學的感念 聽到意思嗎 所以對他來講 這個世界的 一切的制度跟文化的起源 就是精 這個精 這個精 這是從漢代的精學來的 但是漢朝的精學 其實已經分兩部分了 一個是原始的精 另一份 是 戰國先秦諸子學 滲入之後儒家重新整合主要的精 所以這個 既理想又實際的一個東西 就變成中國的最高典範 怎麼講既理想又實際呢 因為 實際上它好像存在過 大體 實際上真實存在過 夏昌周三代 而且它說命比每一朝都長 周朝快八百年 中國再也沒有八百年的朝代 對不對 夏昌以前認為四五百年 這多厲害 中國後來沒有四五百年的朝代 可見順亡厲害 對不對 你一萬種理論提不了現實 它厲害 這處理性不能相信 然後講起來也如此之高妙 因為把漢戰國此舉 各種理想都放進去了 什麼理想都有 因此 這個東西就成為中國的經過了 墊覆不破 再也很難去超過它了 明白就是吧 每次背意它都沒有好結果 所以後來從秦漢以下兩千年 一而再再而三也試過 有的時候去信了 有的時候佛學大聖 有時候用法家 後來都沒有好結果 有時候不行 還是要回到儒家聖亡的經典 重點是經我一再講 不是孔子寫的 你都搞錯了 是三代以前認為聖亡的制度文化的記載 尤其是開國階段的記載 聽說意思吧 也有王國的記載 不過主要是開國 開國跟換國為主 怎麼開的 怎麼結束的 就要搞清楚 你先看中這個事情 譬如說酒告 酒告就是新朝的 商人朝人怎麼把喝酒把自己喝王國了 這些類類的事情 因此古人是這麼看的 在這個情況底下 當然如果去講我們的思想史 也沒有什麼 history 反的第四 那它這個是要 或是某一個單獨議題或思想的 反而重視這個體制根源性的議題 據說他們寫什麼是圓儒 什麼是圓道 圓教 他寫這個 這個根源從哪裡來的 照張時哉講的話 要回到天地之存 要回到天地去解決我們的問題 以前這麼想起 張時哉 胡適之說 他是現在最具有學術思想史觀念的一個人 但胡適之根本就不理解張時哉 他不理解張時哉的那個系統是怎麼回事 他只注意到張時哉的糟粕 就看到張時哉說表現出來 你們張時哉的書一定要讀 文史同意 歷朝歷代的這個學術思想文化怎麼變 然後跟他的那個書籍史的變化 這是非常重要的 我剛才講開課講當時哉 他沒有時間 在研究的時候可能講過一下 非常重要 這個書一定要讀的 文史同意 所以 他是很有思想史 他就是一套思想文化的史 明如學院、宋元學院 都是思想史的概念 那個不是思想史的概念 那個是把 一代的文獻人物做一個整理 中間也有件變化 但沒有我們現在思想史的概念 他以前核心還有一個正統的問題 而且他開始有了 應該說有了 開始有 但是不是我們現在說的 仔細細講這個思想的變化 他的核心的問題是 明代王學的問題 先是明文學院 然後再宋文學院 這不是我們現在要講的這種思想的概念 他是這些一家一派怎麼互相影響 他帶有思想是厲害的 但是沒有真的去看這一些思想的話怎麼來 張實哉還是第一個 張實哉這個事情 他們是有一個 所謂周公體制的這個前提的 所謂周公即大臣 孔子不能即大臣 是周公創制 所以張實哉很敏銳的認識到 中國的一切制度 有些後製出的起源是周公 這話是對的 雖然周公也上臣下商 照團統的講法 所以一開始就是要講 所謂經 他叫文史通義 所以六經皆史 經其實是古代的史 就是聖王的簡章子圖 功名 先王得未行道之機 使官所載機 簡單說 這章子在所謂的史 經就是史 然後這個 文 然後這個 極部 是從子部留變為極部 這就是偉大的見識 從經而留變為史 從子部而變為極部 這是偉大的學術實驗室的看法 所以顛覆不破 中國的經史自己四部的觀念 從經部變變變去史部來 從子部演變就是極部來 千真萬確 但是 這個是 當時在這個時期 但他們傳統的觀念 就是文心交流這種是原道中經真聖 他們是從一個 也從一個源頭的政教來的改變 那 近現代的就不一樣 他是 反而是經學跟自學的史學化 經學跟子學的史學觀念 其實在於經學的崩潰 不是聖門其中的章 實在是因為 要打破經學的觀念 這個時間不夠 這個時間不夠 這個東西我發給你們 到底你們自己看好了 我別放到網路上 我今天自己講的講不完啦 簡單說 我們講個大意吧 意思就是說 傳統是 不是 沒有我們現代的歷史的觀念 那現代的歷史的觀念 是從金戶的崩潰 事實上是從金戶的崩潰之後 開始 康有為做性學武經考 公子感知考 所以這些都是假的偽造 然後呢 這個 康有為的經學 是個也不慘 但是呢 他這個影響 他確實很巨大力 張建源早前相信他 但是呢 後來發現 這個 他以為不對 於是他就搞了這個 古文經學 其實這個原則是有點問題 因為經文基格的講法 既然有問題 你跟他打對於古文經學講法 也有問題 你對手不好 千萬不要找不好的對手 這很重要 因此 但是 張時代是個了不起的國學大師 他是 我覺得 近現代中國第一個了不起的 學術思想史學者 然後 梁啟超 然後 胡適之 都在 接著講 也就是說 既然我們打破了原來經過的概念 因此 我們要重新怎麼講呢 張太炎的講法 簡單說 張太炎的講法 是偏重於整個 從一個民族文化的發展 去重新來看 看古代的這些東西 是怎麼回事兒 因此 張太炎是有一個把思想史 整個融入到民族文化發展史的觀念 他到底還是老一派 所以張太炎的很多東西 到今天來看起來 都是很有啟發性 我喜歡看張太炎的東西 學會根底深厚 康有梅的東西 在學術上是靠不住的 他是一個思想家 在新時代的思想創造是有重要性的 不過要講學術思想史 他第一個要所推張太炎 梁啟昌是把整個範圍打 整個作廣 他說四面八方 雜家 那裡有個雜家 各種角度都來自 但是也因為這樣 所以他的究極技術也好 他東西可以很快地看一下 很有啟發性 可是這些東西後來就被胡適志所取代 胡適志的中國古代哲學史 就真正正式地引入西方的某一種觀念 就是哲學史的觀念來講 我剛剛前面講 這一下就所謂推倒重牛了 剩下他這一派 你們現在大家都不知道 張太炎跟梁啟昌的這種思想史的研究了 都是學院剩下胡適志 我前面講就哲學史了 然後馮友蘭就哲學史了 那這一派的 我剛剛講的 長處短處都有之 但是短處蠻多的 然後就是中國學術思想史 這老一輩的 在林隱高明 當然前線是更老一輩的 大陸上就講中國學術思想史 這是有道理的 因為學術放在思想前面 他認識到中國思想不獨立於學術發展 他沒有單獨的思想的發展 他沒有單獨的思想的發展 西方哲學 他是哲學嘛 他是單獨的以思想為中心的發展 中國不這麼發展 他是學術 我進一步講 中國思想不離開政教的需求發展 而學術都是要解決政教的需求 所以學術一直要解決政教的需求 另外一個求道 好 簡單說是這樣 那麼我們的主流是胡思思風有男這一套 我前面已經基本就不用再說了 這個東西簡單講就是 學人家的運搬過來的一個狀態 另外 余先生已經不太是思想史的研究了 他是知識階層的研究 他跟社會史比較接近 林毅森先生他是思想方法的歷史 他重視的是一個思維方式 Chinese Consciousness 這是一種思維方式 所謂整體的Holistic Thinking 這個是講得很好的 大概是這樣 這次又回顧 那我自己的那個就不用再說了 所以 好 你講差不多講 我們也感受 有一個問題 正好 Bingo 很重 我們可以溝通溝通交流交流 我通常講的這會比較和而可情 因為我講斷的時候會有點壓力 我比較騙的時候又不是什麼壓力 那講斷的時候沒有辦法 整個精神血脈都在那個裡頭會嚴肅 來 我講完了很高興 你看 可以大家比較開心的交流一下 有個問題啊 有沒有掌握這個基本能的意思啊 所以 我回顧一下整個西方近現代的一些主流的研究 還有中國經驗的主流研究 跟它的歷史源源的變化 基本上我都覺得 滿有限制的 當然都有它的好處 這不必講 任何一種方法 只要你用嚴格的學術去做 就一定會有它的所得 那所得一定有它的意義 但是我們回到一個問題 我們到底怎麼樣一個整 我們比較近乎真實的去認識 中國史相識的基本面貌呢 就是我嘗試一輩子之後 最後提出來的方式 就前面一塊的展開方式 請大家批評 跟反思 你們覺得怎麼樣 有問題 既然可以提 不明白了 會有疑問 老師您剛剛說 就是 假如說有一個時代 它對於三代這個經 經的部分如果有 這個違反的話 或是比較忽視的話 通常都會帶來不好的結果 中國歷史經驗 古人都這麼看 我剛剛舉了幾個炒蛋 比如以南美朝 講佛教 然後講道家 後來佛教也盛行 應該算衰亂之事了 中國歷史經驗就是衰亂之事 大家喜歡講道家跟佛家 坦白說今天道家大行 今天比如道家 中國歷史經驗就是 凡是衰亂之事 道家佛家就興盛 今天這種道家思想 在知識證明當中 得到這麼大的呼呼 反應 今天的政教的問題 沒有能夠解決 大家內心都是非常緊張的 正去痛苦的 有一次吧 還沒其他的 繼續來 順便跟諸位講 這個時代 因為道家是比較容易活的 我自己比較如家 我自己個人很辛苦 有很多東西 辛苦也辛苦 辛苦有辛苦的好處 因為他不要負責代價 容易活有容易活的好處 也有他的缺點 有沒有其他的問題 重點 回到這個竹脈 用這樣竹脈來定 你們當然覺得OK嗎 中國對政教的需求 算是必然嗎 不能說必然 如果中國解體就沒有這個必然 如果中國解體就是八千塊 而且神通 就可以有各式各樣 像西方國家 各國家有不同的哲學 不同的政治、政教體 那不需要怎麼來個一貫的東西 對 各國各行其事 是嗎 就這樣 會不會崩潰啊 這我不是一直學調 我怎麼知道 目前看起來不太容易 他現在底下就是想要爭霸世界第一 因為目前的事都是他往前往上走 希望往下走 本來你們都應該看到的一個遺症 就是他的GDP超過美國 他很有趣啊 他不聊聊幾班 那個我之前看 2020年的時候他說 國家統計局局長說 我們大概在2050年的時候 可以超過日本 結果去年之後 2009年中國GDP就超過日本 他本來以為要50年 結果7年就達成了 後來說 我們2050年之後 肯定可以超過美國 前一年修正成2035年 這一陣子的那個 疫情之後修正成2028年 就7年之後超過美國 你們可以知道 所以他是不是往上走 美國新的國務卿候選人說 我們底下10年最重要的任務 就是面對中國的挑戰 這不是在台南會不會解體的什麼樣子 講個明白 這個很會是 任何一個文明在往上走的時候 還不會 但是會不會解體呢 看他中國歷史經驗 只要他的政教不好就會 而且還有一個重大的中國歷史經驗 就是中國的朝代通常是 一百多年就終衰 他能不能跳過這個 這個歷史經驗很難講 危機不少 中國歷朝歷代 一百多年就開始終衰 他現在才70年 七十年就已經危機重複了 其實 這不是沒有理由可及 但恰恰是因為這樣一個輪迴 讓中國歷代的知識分子 有揚映知識的人都覺得說 我要維護生命之休期 把政教法法都為第一要的意義 所以它是個政教問題 不是個自由民主問題 不是個哪一種 當然你可以說是個比較好的政治制度問題 但絕對不是一個單純的 自不自由民主的問題 這個政跟教好不好 目前確實不過好 我常說的 現在是太打家太霸道 太不顧個人的需求跟意志 太不尊重個體 人權缺乏足夠的保障 確實是問題 但是他會這樣的話 因為他總覺得他有更大的需求 大概是這樣 所以學問也不夠 不知道怎麼在這兩個 政體跟科技之間得到平衡 這要很大的學問 古今中外一切的重要事情 都要明白才能夠 目前他們辦這個事的人 都是馬雷學院出來的人 對其黨教馬雷學院 那裡的教育是有點不夠的 然後他跟大學的知識分子上 是對立的 是很悲哀的狀況 是不是這樣 你明白什麼 但他政教如果不夠好 就不行了 因為坦白說 目前這一套 對於有知識有文化的 尤其新一代的 未來的年輕人 缺乏說服力 缺乏吸引力 所以他勢力要改 我常跟推論 預計中國擔心 因為中國近代史的規律是 十五年一大變 三十年一巨變 你千萬不要以為今天就是明天 沒有 這一百多年來沒有 這個規律沒有打破過 習近平的時代 我估計也不夠 照這個規律來講 大概也都在幾百年吧 就要過去了 必然要打變 馬上十五年吧 馬上十五年 過去的規律 十五年一大變 七十三十年一巨變 你自己想想看 中國歷史近代史的規律 所以沒有人能夠打破這個規律 我看什麼 愁思百劫有一隻狗 活不下去了 這個人生 這個文化 這個思想 那想不開啊 你真是 你那個人 你幹嘛 活不下去了 應該是習近平 不是你啊 他那個搞不下去 我又怎麼辦 那你呢 你擔心了 自古以來 那個位置的壓力很大 這個金詩子齊給誰讀的啊 首先就是給那個位置 跟周圍的人讀的 你要從這個角度 我說我讀中國世界上 他常常是從中南海的角度來看 從北京角度來看 一下都懂了 都明白了 他必須 他必須要這麼考 他有兩個角度 一個是中南海的角度 另外一個 回到家裡 當一個家裡的人 在一個地方上 最鄉下最基層的角度 這兩個角度最重要 聽到嗎 中國有兩個角度最重要 缺一不可 這主重中國實際上是關鍵 我們現在的知識分子 這兩個角度都沒有 既沒有中南海的角度 也沒有說是當一個 社會上最平凡的老百姓的 家族裡的家庭裡的 最平凡的一個分子的角度 都沒有 就是做得懂 明白意思嗎 你真的你試試看 你的角度去講 既然自己都懂了 人家都懂了 原來這句話 為什麼這句話有重要性 不是因為它的邏輯性 也不是因為它的哲學性 也不是因為它什麼 因為你如果在那個位置的話 你知道每一句話 都是非常非常重要 因為它叫大學、中庸、文、夢 天啊 五經每一句話 通通受用的 叫實戰 我明白嗎 我這樣講 中國的學問 叫實戰之學 是給在那個位置上 極大的壓力給人 整個實際上做的事情 那個每一句話 就非常有用 因此現在 現在有一票人喜歡念人家專稿什麼書 你知道嗎 商業界的人 還有實戰 那些業界的老闆們很喜歡讀 讀了什麼實戰 實際上每天商場 商場上跟人家一切種種 他們各種金石子集 還有孫子兵法、韜略什麼 都來非常非常地管用 比什麼哲學的書都有用十倍百倍 中國的學問是一種實戰實見之學 不是一個哭的思想之學 所以他也看中實戰實見 能夠成功的理由 兩種 一種是聖賢 修出偉大的人格 另外一種 成就偉大的工業 造足人民 就看中這兩種 就叫 以前叫聖王 聖賢之主 聖賢之主 只有這兩個人是最高端的 其他人就靠邊站 傳統的這樣 那是不是永遠都這樣 不可以這個樣子 這樣的話 我們會缺乏永恆的層面 我們讀《近代西方》 生存感到的 那種對於永恆的那一種 世界的追求 不管是知識、真理、藝術、文學 文化的每個層面 乃至於還有一個重要的面向 就是那種宗教性的人口 令人景仰佩服 這中國文化是缺乏 中文化缺乏那種宗教性的人口 中國文化有聖賢 缺乏宗教性的人口 這個是我們所缺的藥學 那個文明會更上層 自由、民主、科學、保治 啟蒙線的東西也是所缺的藥學 才會更上層 這要隆中古今、中西才是未來的道路 我今天講到這裡 再來下禮拜 下禮拜再見 拜拜